大家好,我是龙飞 今天是2月28号2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么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涨地面复盘 那么今天的大盘呢是走逆势 走出了一个深微的一个反弹 那么在午后的时候呢 指数一度有跌破30均线支撑的一个迹象 但是随着指数的逐步起稳 资金呢反而在最后呢有一个逆势抄底啊 那么为什么今天的一个指数能够走得这么的强 而且这里的30线跌破了以后 反而呢有直接收了回来 那么作为我今天个人来说呢 是清仓了所有的一个标的 而且呢几乎是清到了今天的一个最低点 因为呢在盘中的时候呢 一度跌破了一个30均线 所以这里是深微的最低点呢 可能把所有的仓位全部都清空了啊 那么在今天的涨地面分盘之前呢 还是先看我们昨天文章 对于大盘的一个点评 首先周一的指数呢 延续了周五弱势的探底 收在了30均线上方 连续两天的探底30均线 支撑暂时还没有跌破 已经临近边缘 一旦30跌破啊 大概率是要回补3195点的一个缺口 所以周二和周三的走势很重要 如果这两天都输不上去 那么周四大概来要出现破位的一个迹象 那么今天盘中的时候呢 一度最低点是达到了3246点 已经跌破了3250点的一个30均线支撑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 也和大家说了啊 盘中的时候把浪潮 三一以及科大 这三只标的是全部做了一个清仓的一个处理 其实浪潮这一只标的包括科大 以及三一中工整体的波动呢 都不是很大 包括今天的一个浪潮啊 依旧是在尾盘的时候呢 收到了一个近期的一个高点 39的一个位置 但是呢 还是担心会发生指数破位 导致恐慌情绪释放的一个性动态 所以今天呢 也是在这附近啊 直接清仓了所有的浪潮科大 以及啊 我们的一个三一 结果清仓完了以后呢 就直接做了一个深微的一个反弹啊 三一中工啊 上去了 科大呢 也上去了 包括浪潮呢 最终呢 也是收到了四个多点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这一波下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之前的视频我也和大家说过 任何时候呢 都要把风险控制放在首位 我们既然看到了指数有破位的一个现象 我们一定要做好风险防范的一个准备啊 所以今天呢 也是直接下车了所有的一个仓位 那么今天的一个场内资金呢 也是小幅的流出了14个亿 在尾盘的时候呢 两点钟以后资金呢 还有回流的一个迹象 我们北向资金呢 也是小幅只流出了13个亿 所以今天的一个指数呢 并没有大面积的恐慌资金的一个出逃 那么目前的一个指数呢 反而是站在了各条均线的一个上方 今天的一个深微反弹以后呢 不仅是收在了30 而且25日以及10日等短期均线 全部都站上了 但是上方的一个3300点压力呢 依旧是非常大的 所以近期给到的一个震荡区间呢 依旧是在3200到3300的一个区间内 横盘震荡整理的一个走势啊 那么再看我们周一还是三支标的没有动 浪潮科大和三一 那周二呢 还是继续关注科大浪潮和三一 以及华峰和奥托电子这五支标的 那么为什么近期大家一直都看到啊 没有去换合适的一些标的 基本上呢 都是围绕着浪潮科大和三一 这三支标的反复的在讲 那么周一的涨停板呢 也是没有合适的标的 整体的市场呢 人气不高 主要是即将迎来的一个会议 以及市场没有新的主线 至今找不到合适的进攻方向 接下来呢 要关注指数的一个支撑 一旦跌破30日线 仓位就要适当降低 做减仓的一个处理 那么这三支标的整体的波动呢 是不大的 第一 今天下车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这三支标的拿的时间呢 已经足够的长了 那么浪潮我们上车的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已经有一周左右的一个时间了啊 包括科大 以及三一都是一样 但是近期的一个赚钱效应 包括大盘的一个指数 依旧没有很高的一个人气 那么在目前 总是横盘震荡 没有赚钱效应的一个影响下呢 也是清仓的第二个条件啊 那么浪潮这支标的呢 反而是近期关注的所有的 从一到42支整体的一个盘码中呢 今天呢 还是能够排在第一位的 但是呢 也是尾盘的时候呢 没有拿住啊 也是盘中直接做了一个下车的一个处理 整体的盈亏呢 都不是很大 所以接下来呢 有两个方向 第一 我们要等待会议 近期有没有合适的一个政策面 做一个支撑 第二 我们下车了这些近期 没有什么赚钱效应的标的以后呢 寻找更加合适 更加稳健的一些上车标的 是我们接下来主要寻找的一个方向 那么当市场出现横盘震荡 或者是下跌的时候 你亏损的比别人少 那么在指数上涨的时候呢 那你才能够赚的比别人多 所以在任何任何时候 都一定要把风险控制放在首位啊 那我们再接着去往下看 我们整体的一个周一 北向和场内呢 都是小步流出啊 量能较周五有所上升 多空双方争夺30支线 这是中期最后一道直征防线 也是多方需要坚定防守的一个位置 所以一旦跌破多方信心减弱 会引来控方的一个反扑 那么这时候呢 就要回补下方3195点的一个缺口了 所以短期依旧是关注 三十字均线的一个支撑 今天是探底回升啊 那么说明三十字线的支撑强度 还是非常稳定的 那么整体的六位战法评分呢 是平到了4.6分 对应四到五成的一个仓位 三十字线跌破要减仓 所以呢也是按照我们之前既定的一个策略 三十字线破位了 所以呢今天把所有的仓位全部都清空了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掌停板的一个加速呢 依旧是近期掌停板加速呢 不是很多啊 也就是20多家左右 我们还是一家一家来看 凯隆啊 300688这些没有出现掌停的 我们暂时就不看了 那么近期市场不管是龙头也好啊 或者是板块的一个效应 以及北向之金的一个动作都不是很高 那么不管是蓝筹没有了北向之金的一个进场呢 那么整体的一个上攻动力呢也略显不足 那么没有油脂的一个进场呢 整体的一个短线效应呢也略显疲惫啊 所以在今天开始呢 要做一个休息耐心的等待 两会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动作 那么之前也和大家说过 单一的一根K线是说明不了太多的一个问题的 我们接下来呢 还要继续观察三十字线 以及上方3300点的一个压力位啊 我们接着往下看 今天呢市场是有一个数字信息的一个利好 加上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利好 因为外围的市场呢 这两个走势都不错 反而今天是医药走出了 它不该有的一个强度啊 那么今天的一个医药呢 也是由于假流而出现了一个反扑 至今呢再次回流了一个医药 所以今天的很多医药呢 表现的都不错啊 比如说像立方啊 包括新华制药啊 等等的众生啊 前期我们所关注的一些标题 走势呢都相当的一个强烈 但是呢我觉得医药呢 依旧是一个弱势的一个反弹 并不属于后期主要资金进攻的一个方向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要耐心等待市场主线的一个出现啊 我们再去考虑何时进场啊 特一啊 那么这里呢都是一些二板 那么目前呢 二板三板已经算是目前市场的一个主流了 因为我们暂时也先不关注了 因为上方的套牢呢 依旧是非常非常的多 九末王是目前的一个唯一家啊 走出三板的 我们暂时就先关注 那么一些其他超跌反弹的 或者没有板块效应的一些涨停板呢 我们暂时呢就不做过多的一个关注和讲解了 那么今天呢也是只找到了一家啊 那么也就是九末王 那么其他的一些标题呢 暂时还没有合适的 或者是没有新主线出现的情况下呢 我们可能暂时要休息几天啊 耐心等待市场主线的一个出现 另外呢要观察啊 会议期间有没有合适的一个政策面动态 那么再加上我们要观察指数上方3300点的压力位 目前如果突破不了的话 那么越接近3.3 它的一个压力就越强 反而呢是不适合去追涨的 任何时候啊 目前震荡行情呢 依旧是以做低息为主 那么今天的一个涨力满复盘呢 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